小鸡顿大蘑菇王 这道菜呢 突出的是这蘑菇 这个蘑菇 许是家传 叫松蘑 必须用这个蘑菇 小鸡顿蘑菇 而不是用真蘑菇 一般饭店里边吃的那种叫真蘑 这种蘑菇 如果不是在东北的市场里边 可能只能在淘宝上买了 它一般都是串成串的 然后干蘑菇 很难买到鲜蘑菇 然后 我们要把它泡了 有大有小 这个蘑菇吃起来呢 很肉头 啥叫肉头 就是说它又有肉 又很有弹性 当然你炖的这个火候很重要 把这个馅取下来 一只鸡炖这些蘑菇可以了 如果你要更愿意吃蘑菇的话 那你可以多放这蘑菇 这蘑菇呢 先用凉水泡一下 先洗一下 这蘑菇呢 实际上是有很多杂质在里边 比如沙子 你要先泡 一会儿还要稍微拿热水 再再烫一下 就先放在这儿 在这蘑菇 泡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把它已经基本上泡软了 泡软了以后呢 这个蘑菇的处理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 就是要 就是要用 茧子 把这个蘑菇的根 把它给去 也就是说 这个根呢 是很硬的 然后它不能吃 把这个根去 蘑菇放在这儿 有些时候 要把根也给剪了 那么它这样的话 可能更容易把它炖到滋味 把剪好的 放在这儿 根儿剪掉 根儿剪掉 根儿 很硬 把它剪掉 然后 根儿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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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 泡 好 许氏小鸡炖大蘑菇王 现在我们来切鸡 这个鸡的选择呢 最好是活鸡 没有条件的话呢 去超市里边买贵的那种鸡 为什么买贵的那种鸡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买贵的那种鸡 鸡头 鸡脖子 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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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这个鸡剁成鸡块 最后一块一块 这鸡身的 鸡翅膀 鸡大粉先把它剁 鸡翅膀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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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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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6 6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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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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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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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再来一刀 这就是切的鸡块 洗一下就可以 糖油 酱油完事了 葱姜丝 差不多 这三段够了 要把这个葱切丝 但是也不用切成芹野那样 差不多就可以了 葱丝 姜丝 不是小丝 是大丝 但也不是条 可以了 葱姜丝 有本事的 把这个鸡 把它洗干净 把这个血水都把它洗出来 好 好 好 可以了 这个蘑菇泡好了 用热水泡完了 洗一下 在里边很多沙子 非常多的沙子 要把它洗干净 最主要把沙子都洗掉 先拿这个碗洗几遍 之后呢 再拿带漏网的来洗 这样洗 要多洗 洗到这个水的颜色没有那么浑了 就可以了 洗好之后呢 放在一边控水 要把这个蘑菇里边的水都控干 许是小鸡炖大蘑菇王 我们来炒鸡 这是凉油 不是很热的油 再加一些 加一些油 等油稍微温一点之后呢 就把这个鸡 洗好的鸡 把它倒进去炒 如果油温太高的话 会爆炸 现在油温低啊 它就不会爆炸 直接炒 这个鸡不用拿水焯 直接炒 一会儿这个鸡呢 就会出很多水出来 那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鸡不停地炒 把水都炒没 炒 再加一块鸡 然后再加一块鸡 就会把鸡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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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停地翻炒 随着油温的增加 这个鸡会粘在锅底下 如果不翻的话 你说这鸡爪子为什么不再剁一下 有人就愿意整根鸡爪子拿起来啃 比如我 所以我就不能把这鸡爪剁碎 看这鸡头没有 这肯定是我的了 不管几个人吃鸡头肯定是我的 继续翻炒 看这个油啊 冒小泡了 而且冒得很厉害 这个时候呢 放醋 这个醋呢 为了去鸡的腥味 另外呢 也是把这个水 让它进一步蒸发 用这个醋来去鸡的腥味 继继续炒 好 你说这个鸡最后不酸了吗 不酸 这个醋一会炒炒就没有了 因为时间长 不是立刻出锅 所以醋全挥发了 这个味也没了 主要是为了去掉这个鸡的腥味 和进一步把这个水分带出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放糖 好 差不多了 葱姜下 葱姜为什么要切丝 最后炒完就没了 这个葱姜 炒完就没有了 炖完就没有了 好 酱油 好 老抽了一点 让这个颜色更深 好 这时候要加水 好 这时候要加水 好 好 好 炖就可以了 尝尝咸蛋 这个汤要有咸味 还能炖到鸡里 可以 非常好 好 下盖 领小火 炖上20分钟 好 我们要下蘑菇了 小鸡炖大蘑菇 开盖 开大火 这个蘑菇要下呢 要把里边的水 转出去 要不然的话呢 蘑菇吸不了这个鸡汤的鲜味 一定要把这个水转干 再把它放进去 它就把这个鸡的味 就都吸进去了 这个鲜味 好 好 好 这个鸡汁 声 好 蘑菇很珍貴 一点也不能浪费 好 就像白色炖豆腐一样 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蘑菇上面撒点盐 让它吸到这个蘑菇里面 接着炖 再炖个20分钟 这个鸡就厉害了 取是小鸡炖大蘑菇王就出来了 颜色呢还不够深 我们再加点老抽 然后再炖个小鸡就好了 放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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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收差不多了 行了 汤收的差不多了 翻炒 这锅小鸡炖蘑菇非常非常成功 看看这颜色 鸡也好吃 蘑菇也好吃 太棒了 我的头呢 诶 我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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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火 这个汤汁的量正好 有点黏黏乎乎的 看见没有 可以了 温到香味了吗 许氏 小鸡 鸡 炖大蘑菇王 鸡 鸡头我一般盛的时候是摆在最上边的 因为有些人 我摆在下边的话 有些人他不知道这鸡头是我的 知道吧 我也不好意思跟人说 一个鸡就一个头 所以往往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不吃鸡头的人一看这个就躲 你知道吗 就觉得害怕吗 吃鸡头的人 手没我快 鸡头是我的了 好 许氏小鸡炖大蘑菇王 好